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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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时期刻写在顶上的是中顶文 也就是金文 也叫古文大传 春秋战果石又创造了石古文 非常的秀丽 祝莉莉 一九四四年出生 湖北大野籍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授予国家一级书法师称号 广西老年大学书画研究会理事 参加北京奥运会全国书画连展 中国十大名花全国莲莲书法大赛或花香莲莫艺术奖等 作品入编新中国书画六十年并获金奖 参加中国梦全国诗词书画摄影作品大赛或银奖 参加全国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全国书画摄影作品大赛或金奖 参加中华国理出版社主办的向人民汇报的2018年官方贺岁年 参加2017的香港印象 庆祝香港回归二十周年诗书画印创作大赛金奖 入编香港印象作品集编 2017获人民代表报的形象展示栏目 艺术称号国家一级书画师 参加神州杂志出版的官方贺岁台历 书画中国 书画作品参展 寻意境一鸣成 全国书画民家走进古都洛阳邀请展 好评如潮 参加全国迈向新时代中国诗词书画摄影作品大赛 火金奖授予新时代经典艺术家称号 参加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 景德镇创作基地 大国大家大美国词活动等等 汉字产生在四千多年前 当时还没有文字 古人还不会写文字 就用接绳记事的方法 用长短不一 颜色各异的绳子 按照不同的间隔 按照需要 就把它结成一个一个的结 来记事 那么记事人又要 撵着绳子 回忆当时的记的事情 然后叙述给后代 传给后代 到了公元一千六百年 昌吉创造了文字 就是甲骨文 西周时期 刻写在顶上的是中顶文 也就是金文 也叫骨文大传 春秋战果时 又创造了十股文 非常的秀丽 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 秦始皇统一中国 又统一了文字 就是小传 西汉后期 发展成了历书 公元一百三十七年 过渡到楷书 行书和草书 自己这个发展过程 非常的漫长 在家呢 我又经常看见我父亲 用银头小铠书写 很小就结束到了 毛笔 墨织 墨条 这些书法用具 从小就受到 书法的熏陶 当我上了中学的时候 有幸得到了 南宁市第四中学 陈正老师 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老师 他在讲古文字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高中了 讲得非常有趣 古时候的瓶子 第一液体出来是在瓶口 所以老师呢就把三点 点在那个瓶子口的旁边 一看就像那个 酱油汁滴出来 都想舔一舔 非常深度 想到巷子 原来是横写 发展了以后就变成树的写 为什么眼睛那个地方只有一点呢 写成两点就成了错字 是因为侧面的大象 只能看见一只眼睛 说得头头是道 哎呀 太高兴了我们 深深地吸引了我 感染了我 所以我也很爱书法 到了工作以后 我教语文 必须教孩子们 写毛笔字 退休以后 2000年 我马上就到了广西大学 报考报名 参加书法学习 我学习的书体 有转立开行草 草书少些 学习之前 要选古铁 作为范本 楷书就选欧阳荀 历书就选 朝全碑 张千碑 练的时候先写偏旁步手 写独体字 最后写合体字 写成的字要按 三比二的 这个结构 画成格子 来写 历书就要分成八分字形 就写成八分字形 先把字学会 楷行草 专立 这就是 继承吧 然后呢 再选 诗词 参赛 做创作 正文呢 现在要写 转书或者历书 然后这是静态字 然后要在落款的时候 选用 楷行 落款 这样就是动态字 就使得既有动态字又有 那个静态字 整篇 作品的章法产生美感 纵横字句 左右字句 的安排 写完传书以后 我又考虑到 不能天篇都写传书 然后我又去 练写十股文 经文 用不同的书种 进行创作 还要选不同的掌法 如中堂 龙门队 大小字的组合 作品的规格 从三尺 慢慢写到六尺 就这样 不同的创新 还力求自己 要为大家写出最美的字 正如 习主席用点说的 不忘初心 方得此中 只要你有恒心坚持 一定会成功 我从2000年正式学书法 就从获优秀奖 直追到获金奖 才会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 和国家一级司法师 如果说三十年未必成 那就是这三十年中 没有努力 有剑可 更重要的是 方法不对 所以没有学成 如果坚持不懈 我认为 公道自然成 书法是一门艺术 可谓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不可一概而论 朱莉莉老师的作品 给我们印象非常深刻 她的书法中 充分体现了 书法严正 流畅 雄强 古卓 她的书法 凝重洒脱 厚重沉稳 端庄大气 不求态而无态不备 不求美而美运其中 书法讲究 字法 笔法 章法 字法 据点化而成字 平衡对称 对比和谐 主次得宜 疏密适度 多样统一 笔法 因体而变 稳食丰富 法除分圆 比例求尽 利透止背 章法 字与字 行与行之间 鄙视连绵 节奏分明 如行云流水 即所谓 书处可以走马 密处不使透风 作品善于在 严格的法度中 自由奔驰 并施展其 创作才能 她往往 任性滋性 纵彼所如 使人看出她的 无拘无束 即所谓 出心意 于法度之中 即庙里 与豪放之外 要成功 必须要有 百分之一的天分 和 百分之九十九的 勤奋 努力 这句话就告诉了 我们天分 是次要的 后天的努力 是占主要的 是重要的 没有勤奋 没有坚持 没有恒心 什么事情 都做不成功 学习书法 就得要坚持 有恒心 书法要天天练 三天不练 手就伸 书写的字的长宽 还有笔画 就会改变 因为是旋望旋走写字 抓笔的高低不同 笔画的粗细又不同了 所以必须坚持天天练 这样才能成功 那我参加比赛和出书籍 主要是为了检查自己 在同一个大赛里 同一本书 同一个字体里面 自己的水平如何 检查检查自己 找出问题 然后还要在用笔 用墨 截字 章法上 是否及格 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找出下一步改进的 方法 学别人的长处 我自己呢 也要通过书法作品 来抒发自己爱国 爱人民的情怀 这也是学习古文的方法 我们还要发扬 书以再道的优良传统 有责任用书法 去赞扬我们的祖国 我们人民的伟大 时代的进步 自己要争当有责任的文艺工作 向加拿大 北美华人 华裔同胞们 自以崇高的 远方的问候 你们好 祝你们身体健康 和家 欢乐 心想 事成 希望你们在百忙中 自己和后代 都要学好 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一首漂亮的汉字 因为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 传统文化最核心 最深的 最精妙组成的部分 是世界上历史最长久 代表中华民族独有创造力 哲学艺运的艺术形式 提案转折 使痕迹鲜明 运动感强烈 使人能感觉到作者尽情挥洒的风采 这种通过笔墨 达于性情的作品 豪荡奔放 极富写意运趣 祝老师用笔 盘曲近见 刚柔相继 或受硬 或复利 或凝炼 或明彻 不拘惩 信笔而为 整幅章法也不求 头尾之齐平 行列之明晰 大大小小 轻轻重重 粗粗细细 方方圆圆 长长短短 浓浓淡淡 哭哭诗 皆帅意为之 斑驳绚丽 饶有金石气息 天真烂漫 流露出自然同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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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